我离京色 因果祭祀集 家庭问题系列 命运掌握在手中 三界诸乐剧 尽持诗一人 不如一记诗 功德为最盛 大宝鸡精 一般人不诗 都是以金钱 物质 来为人解决困境 其实 如果能用计语 法语来不诗 让人从迷到悟 这样的功德 更为殊胜 金刚精云 虚菩提 若善男子 善女人 于后末世 有受持读诵此经 所得功德 我若据说者 或有人闻 心则狂乱 胡依不信 虚菩提 当之是精亿 不可思议 果报亿 不可思议 若有人 以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 不诗给一个人 还不如以一首四句祭 来不诗 在茫茫人海中 何其幸运的 可以遇见生命中的贵人 开启了我的命运之门 一 我的佛法姻缘 教授 与助教好朋友 九六年 刚到这所学校服务时 当时对这里还很陌生 系上的助教 来帮我组装电脑的空档时 跟我聊天 那时对他一见如故 他小我两岁 开朗亲切 很快的 我们聊东聊西 就变成了好朋友 就如同看到老朋友一样 感觉很像认识很久的人 每天 有聊不完的话题 他吃素 跟我说 他有皈依师父 有个如诗如画的法名 当初吃素的因缘 是因为他的母亲 后来 全家都吃素 自己也跟着吃素 感到很发喜 并告诉我 诵经非常好 像是女人 想要婚姻美满 获得聪明的孩子 就可以送普门品 而金刚经 对希望事业顺利的人 有很大的帮助 地藏经 也可以让王者 离苦得乐 药师经 可以帮助有病痛的人 得以痊愈 开始诵经以后 我的人生 开始起了很大的变化 很多事情 都变得 开始慢慢上轨道 也变得顺利美满 一年后 嫁了一个疼爱我的先生 教授 也带我如女儿 在学校契约期满的两年间 我经历了结婚 生子 刚结婚时 教授说 婚嫁 产嫁 也可比照公务人员 工作上 教授带我如朋友 有时希望在研究案子上 给他意见 也可以参加讨论 下午收案完 接近下班时间 可以直接回家 不用回研究室 甚至在怀孕 大肚子期间 教授怕我骑车有危险 怀孕五个月后 取代我去收案的 变成研究生 希望我可以好好养胎 让我非常感动 也很认真替教授工作 那时 我服务的是基督教学校 刚进学校时 都希望遵循 学校的教育里面 但幸好我有一个 开明的教授 工作结束了 可以找时间 去学校上课进修 对宗教的信仰 相当自由 也因为这个缘故 助教在工作闲暇时 也会跑上来研究室 跟我一起诵经 有时候 他会跟我一起回家 大肚子很累时 他会做塑料理给我吃 我与他情同姐妹 他常跟我说 佛法多么殊胜美好 每天的诵经时间 变成我俩最快乐的时光 两年过去了 助教约满 离开学校 我也因约满 另找其他单位服务 但诵经 已经变成我固定的功课 和习惯 先生的车上 有我的佛经 书桌上也有 念了八年的 浦门品和金刚经 已经被翻到破烂不堪 封面也快掉了 但还是一直保存着 因为那里 我有最珍贵的第一次回忆 佛经 像是我的定心丸 一天一遍 或两遍 甚至三遍 像是浮了一颗 又一颗的定心丸 比任何药物 都来得有效和神速 心情不好时 心情浮躁时 打开佛经 等于看到曙光 二 浦门品 日日不中断 得福得智慧之难 英语助教的因缘 他告诉我 念浦门品的孩子 会多乖 多聪明 身边 有许许多多成功的例子 因此 在婚后 在怀孕前 就很积极送浦门品 有时 甚至一天三遍 大儿子出生后 果然如浦门品云 若有女人 摄欲求男 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 便生福得智慧之男 摄欲求女 便生端正有相之女 素质得本 众人爱敬 无尽意 大儿子 非常的乖巧聪明 大家看到这个孩子 都非常喜欢他 他常常一个人坐着玩 不吵不闹 让我偶尔可以专心做家事 一岁八个月 已经会说大小便 两岁多 就可以不用包尿布 到天亮 帮父母省了不少荷包 他喜欢静态活动 所以我们买拼图给他 一岁四个月 刚会走路没多久 自己已经会拼拼图 他喜欢读书 所以 我教得更多 午睡前和睡觉前 常念故事 直到他入睡 刚满三岁时 我教他念九九成法 每天只有教几次 有一天 突然听到他自己 朗朗上口 从二 念到九 教他念简单的日 月 木 火 等单字 教了一阵子 问他 他竟然都知道 由于之前学校服务 有发展评估测验 他的各方面 都表现优异 在团体里 属于前百分之三 到百分之五的小孩 尤其是语文 刚上小班时 老师常问我 是不是常教他数学 我说 只有教他被九九成法 老师电访时跟我说 我们上资优数学时 我常还没开始教 他就写完 放我桌上了 你儿子的数学 真的好厉害 他也会自己 突然被唐诗给我听 快四岁的时候 他回到家 看到我顾弟弟很忙 又挺着怀着老三的大肚子 体贴我动作不变 会自己主动洗澡 写功课 学校教的功课 都不用我教 就写得很好 非常懂事 乖巧 最近 看到我念经 也会主动说 要帮我念 经社发的小小户备卡 要诗灌顶真言 他会试着拼音念 睡前的佛经音乐 也变成儿子们入眠的最佳摇篮曲 虽然他们长大 有信仰宗教的自由 但还是希望他们能感受 佛法殊胜的美好 在他们人生失去方向的时候 至少还有菩萨的明灯指引方向 也有经文陪伴充实他们的心灵 对未来不再恐惧害怕 从96年 开始 我与佛经的因缘后 有时 会看到从天空 或天花板飘下来一片 范围大概像我半个手臂 像下大雨一样的宽度 类似细细的 有时候是金色 有时候是银色的光 一条一条 但速度缓慢 距离地面30公分 会消失的金光 或荧光 有时候是在娘家客厅 有时在房间 有时在产检的医院 有时在户外 有时是考场 出现的时间不定 但出现的形式相同 是一片金光 或荧光 一开始 都以为自己念经念太多 或散光度数增加 不以为意 而且揉揉眼睛 再仔细一看 又好像消失了 虽然我的八字算重 也没有特殊体质 但对于这个偶尔 会出现的现象 实在是觉得很困惑 最近一次 佛菩萨明示 金光或荧光 系正法加持 当下 豁然开朗 多年来的疑惑 终于解开 虽然我们听经文法 修持读诵佛经 虽然送出去的经文 不见得看得到 但确实有护法 如影随形地跟着我们 《药师经》提到十二药叉大将 所谓 公皮罗大将 法哲罗大将 尼启罗大将 安底罗大将 厄尼罗大将 山底罗大将 阴达罗大将 波伊罗大将 魔虎罗大将 真达罗大将 昭渡罗大将 皮杰罗大将 他们守护着我们 《药师经》提及第三大愿 愿我来世得菩提时 以无量无边智慧方便 令诸有情 皆得无尽所受用物 莫令众生 有所乏少 第六大愿 则是关心众生的种种病苦 众生 只要闻药师佛的名号 就能无诸己苦 《药师经》又云 读诵此经 思维其意 演说开示 随所要求 一切皆碎 求长寿得长寿 求富饶得富饶 求官位得官位 求男女得男女 此外 并可避开意外灾难 以及解脱部位 此外 女性怀孕生产 持念药师佛圣号 或送药师经 也很好 所生之子 立根聪明 安寅少病 因此 想让人 获得真正的快乐 除了多不失世间的金银财宝 衣食物用外 还要多不失法语 祭语 佛经 故事 给予人更多正确的观念 譬如不失喜舍的观念 不失守法的观念 不失慈悲的观念 不失忍耐的观念 不失无我的观念 这些祭语 就像是心灵的财宝 才能让人一生 享用不尽 叙述结束 这世间 需要帮助的人很多 我们该做的 就是让他们有机会 可以改造自己 改变人生 命运 虽掌握在手中 但如何改造命运的方法 许多人 却不知道 以下节路网络小故事一篇 看看你的手相 一个生活平庸的人 带着对命运的疑问 去拜访禅师 他问禅师 您说 真的有命运吗 有的 禅师回答 是不是我命中注定 穷困一生呢 他问 禅师就让他伸出左手 指给他看 你看清楚了吗 这条横线 叫做感情线 这条斜线 叫事业线 另外一条竖线 就是生命线 然后 禅师又让他 跟自己做一个动作 把手慢慢地握起来 握得紧紧的 禅师问 你说 这几根线 在哪里 那人迷惑地说 在我手里啊 那命运呢 禅师继续问他 那人终于恍然大悟 苦乐 哪里用得着问别人 善恶造作 顺逆果报 原本都在自己的 手心掌握之中 就看你这颗 做人方寸良心的 金两轻重 故事结束 在如何准地算命时 能算出七成命运 算是各中高手 但即便算出准确命运 若不知如何改命 也只是提早知道 一步步 朝既定剧本走 佛法改造人生 要发心向善 依循经文 断恶修善 利物利人 修善修福 把破损的路面补平 让人生变得更好 这 才是我们要学的改命妙法 最后 请再诵念金刚经 应无所助而生其心 才能真正 契入核心 摩尼经事 经由南海普陀山 观世音菩萨大事 亲自指点 是一门实际的修行法门 藉由实际解决众生 累结累至因果业障问题 治因果病 而将佛法落实到家庭生活中 普度持行 我们不接受供养 不收钱 不推销 不强迫修行 只求能结善缘 解决您的问题 我们专解因果事件 因果问题 治因果病 无论胆情 婚姻 家庭 事业 家族 身体 户籍 学业 等问题 均能请示 有医生看到没医生 有神问到没神者 不妨一试 因为京色异空分别住在不同县市 且平日各有工作 只有星期天早上才开办祭祀 现场请示 台湾的旅程庇 台湾彰化县西周乡 朝阳村 陆军路 一段271号 小学校 水旅行 旅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